吊西妆容第三弹 来咯 继名业美人清纯吊感之后 今天我们来升吧 野性与天真并存的 悸动感吊戏美人 好吃的男孩男神收割机 鸡鸣喜 要点就从五官妆容和协会上 塑造矛盾感和真性情 Ready go 用亮色底妆来画出真性情骨相 眉骨弯曲上衙又立体 这是它吊感的主要来源 全国骨粮大而高手 今天它的野性和力量感 上下和微涂 这样整个人的倔强感就出来了 它的眉毛呢圆润 但是整体是上扬的 而且毛发感非常的重 涂增生命力和野性感 用修容扫出大致的轮廓 眉封下移 这样就有个上挑的弧度 眉封定在自然的眼尾 然后往下坠 形成一个圆弧形 画出野生毛流感 光眼和温柔 这就是毛端感所在 它慵懒妹 它有天真的眼睛 是很大的一个唇感来源 所以我们腮红盘又上线了 晒上感的腮红 预染完这个半圆之后 上伸到眉头一点点 然后从下往上 带光光区 眼线这里一定要用最黑的颜色 因为它的眼中呢 就是黑黑的 像小鹿一样湿漉漉的 搭配它的眼线 一直是纯黑的颜色 眼线下到正常的眼尾 然后平拉出去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眉粉 或者眼影 让黑色眼线看起来更加温柔一点 嫩棕色 我们把它下眼瞼的形态都画出来 那眼角要平凡一点点 再用刚才的腮红色 暗染一下下眼瞼的部分 欧蚓平拉 甚至有点下坠 这样才会有那种 楚楚可怜的感觉 暗染一下欧蚓 湿入的眼神 一定少不了这种水光高光 会增加笑起来的那种 古魅感 九红色的笔画一个内眼角 这个要画得非常的清淡才可以 我们要把野性的骨相 再突出来一点 野性的骨相 搭配上比较白细的皮相 就可以在脸上塑造矛盾点 鼻子本身身份比较低 而且鼻子整体比较短 所以给它增加了一点点 天真烂漫的幼态感 所以就更加有那种散漫的感觉 大家有的时候总是说 哎呦五官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实际上找到有矛盾点切入啊 你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有个人风格 腮红也是非常血色感的 非常吊人的预感腮红 混合这两颜色 它唇形是很标准的明星唇 唇角微的下水 这样就会显得有点厌世 唇角下水 然后整个是直线型的 它嘴唇也是很有矛盾点的 确实是直线和非常尖锐的角度组成 笑声肉鱼感非常足 然后整个是一个弧线型的 激动感挑西装完成 来吧 展示